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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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考古发现为您再现一段鲜活的西汉历史 系列节目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讲我们讲到在汉阳陵发现了一些面貌奇特的骑兵俑 这些骑兵俑为我们揭开了西汉王朝如何组建骑兵军团的谜底 当时是在离汉景帝陵园300米左右的南区外藏坑发现的这些骑兵套俑 仅仅是外围就有这样重大的发现 那么围绕汉景帝主墓室的81座外藏坑又埋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他们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我们开始对其中的11座外藏坑进行考古发掘 当探到一座编号为13号坑的外藏坑的时候 探工们有了重要发现 这个探工是当地人 他下了班以后就非常激动的冲到我跟前 队上料不得了又重要发现了 我把这个坑打到齐密一下的时候 地下全是通通的空洞的声音 你看这个情况来看 这里边可能都是漫漫当当的东西 我得料理 这探工们非常兴奋 我呢更是激动不已 这条坑里边到底埋藏着什么样的陪葬品呢 就在挖到一米多深的时候 开始出现了盗洞 而且越往深挖 盗洞越多 这些盗洞啊 都是唐宋时候盗墓贼留下的 我们就开始担心了 坑里的文物会不会已经被他们盗空了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是既期待又担心啊 真是无畏杂臣啊 但是还得耐着性子一层一层的往下取土啊 慢慢的 坑里边的这个陪葬品呢 开始一点一点的现出了轮廓 居然是一只山羊 一只挨一只 一排呢 左右十三到十六只 再想后退 又一排 在喜悦的忙碌之后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出现在考古工作者们的面前 浩浩荡荡的桃宿动物有1400多件 他们排列整齐 分成上下两排 大部分是桃羊 桃猪 和桃狗 桃羊有400多只 分山羊和绵羊两种 这些羊看起来没有鸡脚 是因为他们的鸡脚当时都是木头做的 2000多年后的今天 已经全都腐朽了 桃猪有500多只 其中还有一些小鲁猪 这些桃猪嘴巴很长 似乎比现在的家猪多了一些野性 桃狗有400多只 有尾巴上卷和尾巴下垂的 这些桃宿动物塑造的栩栩如生 看到他们 我们就了解了2000多年前 这些动物的样子 那么在汉景地陵园里边 发现了这么多的桃宿动物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答案很明确 汉阳陵既然营造了汉景地的地下王朝 那这个地下王朝就是一个阴间的世界 这个阴间世界呢 必须仿照阳世间 阳世间有的木件 它也应该有 这样才像回事 因为当时的家畜 主要就是这么些个种类 所以说它就照搬这么多洞 在这个庞大的桃宿动物群里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只特别的桃猪 它看上去大富翩翩 很明显就是怀孕待产的样子 而有意思的是 这些桃宿的动物居然是雌雄搭配 并且是雌多雄少 非常合理 看来古人想得很周全 希望这些动物即使到了阴间 也能继续繁殖 但奇怪的是 桃宿动物群里只发现了大量的猪狗羊 和少量的鸡 却唯独不见牛和马的踪影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 在西汉的时候 马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 因为当时要发展骑兵 所以马非常珍贵 当时骑兵已经上升为国家的主要武功力 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汉武帝的时候 讨伐匈奴一次战役就损耗十万匹马 导致当时马的价格是非常 一匹公马的价钱就高达二十万钱 当时还规定 祭祀不能用真马 只能用木马来代替 祭祀在古代可是当时的大使 也都只能用木马来代替 牛呢 则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保障 汉代的农业生产 主要依靠牛羹 因此 汉初还专门制定法律 保护牛马 湖北江陵张家山 发掘处土的汉年中 就记载有 旅后当政时期的法律条文 其中一条就规定 设置机关 伤害人马牛者 即使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 也要治罪 已经造成伤害的 则与盗贼同罪 盗贼在当时可是重罪 这些呢 可能是汉领帝陵十三号陪葬坑里边 虽然有大量的猪羊狗 而没有马牛的原因 大规模的桃宿动物群 出现在汉阳陵的外藏坑中 除了代表当时的祭祀礼之外 是否也意味着 汉代的家畜养殖 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了呢 令人费解的是 这些被涂上了色彩的桃宿洞里面 居然有红色的羊和狗 那么这种不合常理的做法 到底有何深意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汉领帝的地下皇朝 第四集 地下的财富 我们发掘到底部的时候 大量的桃宿动物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些桃宿动物呢 各个都飙肥体壮 文景之质的时候 国家富强 老百姓生活过得相当殷实 我们好像能够看得到 给大家一个直接的感觉呢 就是一个帝王离开这个世界了 但是他还带着象征财富的这样的一些 水藏品的组合 在进入地下世界 他告诉我们 这个帝王 他在生前一定是对民间的经济生活 是相当地关注的 最高级别的鲤鲤 它就要太牢 就放生口 放生距离就牢 就牢 这六序 放这个地方 这干什么是容易记死的 汉领帝阳连 发现在解制的农业生产工具有很多 农业在这一套东西 最基本的发展的反复 就已经变定了基础 据史料记载 在西汉初年的时候 家畜的养殖 确实已经非常成规模 汉书里边就记载 说汉武帝的时候 他的一个丞相叫公孙宏 这个公孙宏呢 当时被称为不一丞相 因为他出身很贫穷 他在做丞相以前 为了生活 曾经牧师海上 是的 就是猪 就说他在沼泽里边 替人放牧猪群 可见当时猪群是成规模放牧 另外 汉代羊的养殖 也很有规模 汉书《王尊传》里边就记载说 王尊父母早亡 他为生活所迫 替人牧羊则中 王尊的主人既然故人牧羊 可见羊的数量是很多的 不会是一只两只 所以说当时的羊和猪都是成群成规模的大量放羊 实际里边还记载了一个叫乔摇的边塞赤猴 这个赤猴其实就是边塞的哨兵 他利用在边塞的草场大搞副业放牧牛羊 最后发展到拥有马一千匹牛两千头 羊上万只 这样的养殖规模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比起我们发现的这一千多只的逃速动物 这个规模那是相当的大 所以说我们在汉景帝陵园发现的这么大规模的逃速动物 实际上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这个情况是很普遍的 汉景帝陵园里边陪葬这么多的动物 实际上体现的是当时西汉在景帝时期的一种社会附属情况 另外我们认为这些逃速动物还是一种太平盛世的期盼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曾经在诏书里边提到 上古时期的太平盛世 上古时期的太平盛世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汉武帝说了 说是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六处兴旺 甘露降临 我们注意看 他在太平盛世几方面的条件里边 其中就有一条 就是六处兴旺 所以汉景帝陵的外藏坑的这些逃速动物 不但数量庞大 而且雌雄搭配合理 每种动物都是按照雄的少 雌的多 他们显然是希望这些动物在阴间也能够大量繁殖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些逃速动物呢 都被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逃猪呢 有黑的 白的 灰的 这个倒还正常 问题是 桃羊 我们注意看它 有灰色的 有红色的 最丰富多彩的是桃狗 有黄的 有白的 有黑的 有红的 有灰的 五六种颜色 这些色彩显然违背了实际情况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培养出红颜色的阳来 所以说这些颜色实际上不符合现实的情况 它仅仅代表了一种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期盼 寓意着汉景帝的阴间王朝是一个太平盛世 为什么说它是一种太平盛世的期盼呢 因为在当时来讲这些成群的猪啊羊啊狗啊这些动物实际上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西汉大儒董仲书给汉武帝上书的时候 痛斥贵族地主 续养众多奴婢 养之大量牛羊 广治田地 经营多种产业 积蓄大量财富 贪得乌烟 这个就说明啊 多养牛羊是致富的一种手段啊 司马迁在史记里边就说 一个人如果拥有五十匹马 一百六十多头牛 羊猪 各有二百五十只 他的财富啊就相当于一个年收入二十万钱的千户猴了 当时他的原文说 一时之余 之所豪美 那意思就是说 你就可以吃好的 穿好的 随便买吧 咱有钱 就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呢 汉书里边还记载说 当时的一个普通老百姓 如果拥有二百匹马 二百五十头牛 猪羊呢 各有一千只 那么他的财富 甚至比得上一个小国的风君呢 可见 在汉代的家畜成群 就是家财万贯 拥有巨额的财富 所以说 这些牛羊猪马 这些桃宿动物 实际上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所以我们现在在汉领跟杨林发现的这些桃宿动物 也是他在阴间财富的一个象征 杨林出土的桃宿动物 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当时社会的负数 那么汉景帝到底出台了哪些制度来发展农业呢 从汉初的民生凋敝 经济窘迫 到汉景帝时期的经济发展 国力强盛 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西汉统治者究竟用什么治国方略 在一个烂摊子上创造了一片繁荣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第四集 地下的财富 看下来他不是一个单纯地理名言 他实际上是一个整个汉代社会全面的写照 他完整地把西汉中央集权的体制 变成一条一条的外层坑 通过这个反映当时西汉整体的政治结构 文景时期的这个制度 应该是创造文景知智 或者创造汉代盛世的一个基础 汉景帝应当说对文景知智的贡献 依然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 今天我们在回望这个文景知智 虽然有很多可接见的地方 汉阳宁是一个标本 是研究里面制度的一个标本 社会结构 工程生活 社会发展的水平都展现出来 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起来 重新认识汉代社会 汉初的时候 其实是民生凋敝 国家窘迫的 西汉在刚建立的时候 汉高祖刘邦接勤之闭 就是他承接的是 其末战乱的这个破坏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 国家穷困 物资匮乏 穷到什么程度呢 汉书就记载说 当时是人相食 没有粮食 到了人吃人的这个地步 这些情况说明呢 当时这个经济情况非常糟糕 但是实际记载 到了汉景帝的末年 汉武帝的初年 如果没有遇到水汉灾害 老百姓是家家富足 城市和乡村都是苍林皆满呢 粮食已经多的吃不了了 然后呢 腹库余货财 京师之前累聚外 灌修而不可叫 国家财政部的府库里边 钱多的都没数了 为什么没数了呢 过去我们用的铜钱呢 中间都有一个孔 那是穿绳子用的 比如一百个钱 用绳子穿起来 作为一个计量单位 叫一灌 我们现在讲 灌彻灌彻 那个灌呢 指的就是穿钱的那个绳子 灌修而不可叫 意思就是说 穿钱的那个绳子都腐朽了 钱散乱 堆到一块了 根本就点不清了 钱就多到这种程度 我们相比 汉初的时候 人相识 死者过半的惨象 真是天壤之别 汉初老百姓 这样困苦 皇帝也好不到哪去 他想找四匹 同样颜色的马来拉车 都找不到 然后大臣将相 根本找不到马拉车 只能坐牛车 什么样的马都没有 汉景帝的时候呢 实际记载在说 众树皆向有马 千墨之间成群 惩自贫者 兵尔不得聚会 就是乡村里边啊 到处都是马 千是南北向的田羹 墨呢 是东西向的田羹 就说田野上 到处都是马匹啊 马匹成群了 然后呢 就是骑着母马的人 都没有资格参与朋友聚会啊 当时的社会啊 就附属到了这个程度 所以说 我们在汉景帝杨陵 发现的这一千多件的逃速动物 正是当时社会附属的一个写照 在西汉初年的时候 汉朝的统治政策 跟秦是截然相反的 汉初的统治者呢 都是参加过农民大起义的 所以他们吸取了秦王的教训 实行清姚伯父 与民休息 这样一个宽松的统治政策 他的指导思想呢 主要是黄老之术 提倡的无为而至 否定过激的政策 和冒进的倾向 官府呢 在政治上少有急切的举措 避免过多的干扰百姓的生活 使社会在自然的状况下 得以恢复和发展 到了汉景帝 更是非常重视农业 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 黄金诸域 鸡不可食 寒不可依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黄金诸域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都是财宝 这些宝贝 再好 你饿的时候 你不能把它当饭吃吧 你冷的时候 你不能把它当衣服穿吧 你最终还得要拿它换成粮食 换成衣服 这才是最实用的东西 汉景帝说的非常深刻 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呢 因为他要强调农业的重要性 要鼓励老百姓去种地 农业是立国之本 在这个问题上 汉景帝有着最朴素 也是最深刻的认识 他在位期间 先后多次下诏 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允许居住在人多地少 土壤贫瘠地区的农民 迁徙到地广人稀 土地肥沃的地方 从事啃植 同时以法律手段 打击那些善用民力的官员 以保证正常的农业生产 另外 发展农耕 改进生产工具 汉阳陵出土的大量撇制农具 反映了当时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汉景帝还亲自耕种 并要求皇后亲自养残织布 用收获的粮食和丝绸祭祀宗庙 以此为天下百姓做出表率 上行下效 地方上的一些官吏 也通过各种方式 鼓励家畜养殖 来发展社会经济 后来 汉景帝制定的一些农业政策 在西汉的中后期 也一直在延续 在汉书上就有这样的记载 汉书就记载说 汉宣帝的时候 渤海太守拱随 劝民勿农丧 其中一项重要措施 就是要求百姓 一户要养两头母猪 五只鸡 我们在汉木考古发掘中 经常会发现一些陶猪圈 这个猪圈里边 一般都会有一两只的猪 有的还带着猪子 除了百姓养殖之外 有时候官府也养 尹川太守皇霸 就曾经让游庭乡官 截序鸡屯 屯指的就是小猪 意思就是说 让这些乡镇长们也要养猪 养鸡 然后拿这些养殖换来的钱财 救济那些孤苦无一的穷人 当时地方上的官员 鼓励养殖 所以民间就有很多人 开始做大规模的养殖专业户了 就跟咱们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什么养鸡专业户 养猪专业户一样 西汉的时候也出现了这样的专业户 史书就记载 说汉武帝的时候 在咱们河南这一带 有一个人叫鼓氏 这个人很有君子之方 他在父母过世以后 在分家的时候 把父母留下的所有的家产 都给了他弟弟 他只要一百多只羊 然后他就带着这一百多只羊 进山放牧去了 十年之后 他的羊群已经发展到了一千多只 他用卖羊换来的钱 置办了田产 可是他的弟弟 却因为经营不善 扩产了 然后他又把自己的财富 一部门分给了弟弟 他不但对他弟弟很好 他对国家也很有公信 他很愿意替国家分忧 因为在汉武帝的时候 跟兄姆打仗 国家的军费开支很大 朝廷财政一度陷入困境 汉武帝就号召王侯贵族 这些有钱人捐款 资助国家财政 可是这些所谓的贵族上层 越是有钱越抠门 没有一个相应的 反倒是作为普通百姓的 不是呢 把他辛辛苦苦 靠放牧得来的这些血汗钱 拿出来二十万钱 捐给了国家 汉武帝非常感动 后来就把他输为榜样 其巴他做了御事大夫 就是国务院副总理 古人就说苍林十二之礼节 就说老百姓有的吃 有的穿生活好了 他的思想境界也就提高了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会自怨自决的为国分忧 出钱出力 所以说藏富于民 然后才能民富国强 西汉的经济发展的这样迅速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西汉前期 在发展农业方面的国策 是有延续性 从汉高祖下诏 让氏族大量复原 并且次决受田 到汉文帝的入宿败决 减轻赋税 再到汉景帝的劝克农丧 严处扰农官吏 尽管皇帝换了几代 但农业政策却是以一贯之 正因为这样 才营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农物业才得以持续的恢复和发展 汉阳陵出土的大量逃速动物 正是文景时期农业发展成果的一个实物证据 它为我们再现了文景之日的盛景之一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汉阳陵外藏坑 发现了大量的粮食遗迹和动物骨格 厨具和炊具也一应俱全 两千多年前 西汉帝王的餐桌上又有哪些美食呢 明天的节目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盈 为您解读汉景帝的地下王朝 第五集 皇帝的大厨房